教主普明浩宣稱自己是上帝之子 和信徒洗腦說是上帝賜予他種子 連未成年人都是強子對象 每天洗腦小孩 小孩在學校都要吃生食 過著強制勞動、情緒勒索、虐待兒童的生活 哈囉大家好我是薇薇律師 好多人看Netflix的紀錄片 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後都非常憤怒 但還有一個同時期做著差不多的事情的韓國邪教 在紀錄片中沒有出現 而且現在居然還是非常活躍 甚至在海外建立了國度 那就是十之國的教主普明浩 嗨大家好我是薇薇律師 既新天定教導致韓國疫情大爆發 還有統一教間接使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昭刺殺後 韓國又有新的邪教爭議爆發了 在韓國邪教真的非常多 大家如果有看最新犯罪影集 《獨銷聖徒》的話 也會看到大毒校假扮成牧師 以邪教和毒品控制民眾的身影 這次是由韓國MBC電視台於9月7號報導 韓國居然有個邪教在巴西開國了 一個叫做普明浩普明教的教主 帶著自己的信徒們 創造了一個叫石頭國的國家 教主普明浩宣稱自己是上帝之子 讓信徒完全相信並追隨他 普明浩緊急的向信徒傳達消息說 北韓要進攻南韓了 我們要創造屬於我們的避難地 對普明浩深信不疑的信徒們 就把自己的財產通通賣掉 進入了由普明浩所管理的封閉農村 石頭國 教主普明浩在石頭國裡頒布了紀律 迫使信徒們都要無償勞動 栽種各種蔬菜來販賣 販賣蔬菜的收益要集中管理 普明浩雖然稱收益都是用來買信徒所需要的必需品 但是大部分的收益都建了普明浩的口袋 2009年 有位信徒在網路上上傳自己被教主強XX文章 還有另一位信徒表示 他有募集到 連未成年人都是教主普明浩的強XX對象 到2012年 教主強XXX的監視錄影影像被上傳到網路上 一位前信徒表示 以教主在石頭國的地位 根本就是像擁有了強XX的許可症一樣 可以隨心所欲 在石頭國中 所有年輕年長女性都要稱教主為丈夫狼君 教主對信徒洗腦說 是上帝賜予他種子 要他將種子散播人間 而且儘管是已婚女子也要被散播種子 教主的性醜聞傳開後 因為一部分的被害人已經過了追溯期 教主就和剩下的被害人私底下達成和解 最後教主普明浩就把他的石頭國移動到了巴西 在一望無際類似沙漠的土地上 重新建立他的石頭國 他開墾土地 搭建房子和有機農場 而這次 他更新建了孩子們上課的學校 讓孩子一整天學習教主創的教義 在學校中每天洗腦小孩 不只如此 小孩在學校都要吃生食 還被逼迫要唱有粗暴自聚的歌曲 並時不時被教主以暴力虐待 但因為這是信徒二代 也就是孩子都是從非常年幼 就開始被教主洗腦 所以他們完全相信 這個世界就是以教主為中心在巡轉 同樣的 信徒們在巴西的石頭國 也是無償的做勞動 在有機農場栽培蔬菜 農場的收益也全部被教主吞了 結果就在今年4月29號 有人在工地中發現了 因事故被壓在土堆中的五個信徒孩子的屍體 經調查後 才發現原來有這麼多韓國人在巴西過著 強制勞動 情緒勒索 虐待兒童的生活 教主普明浩的巴西石頭國就此被世人發現 MBC電視台最後得到的關於石頭國的訊息是 教主普明浩得知了MBC電視台偷偷潛入石頭國採訪之後 進來在做禮拜時 帶著信徒們一起詛咒MBC電視台 去死消失吧 只能說邪教真的是一個很神秘的存在呢 關於邪教為什麼在韓國如此猖獗 已經有很多Youtuber做了很詳盡的分析 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 最後就希望大家在寄託心靈時 也要隨時保持清醒 不要跟自己周遭的人斷了連結喔 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是葫葫律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放紅潛入的影片嗎 那快投稿給大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